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咱继续聊 大家拿这个国家 枫叶国这个国家 在北美你们知道是那个国家 因为今天这期节目聊的应该是 我得要low着点 我不能乱说 我得想好了说 因为都是一些他们不喜欢的话题 有可能要做点手脚 展开这句话题之前先说一下 我刚刚做了一个 就是参与了一个小小的捐款 是什么捐款呢 我拿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引子 是在区块链 有人是经过了阿桑奇的同意 发起了一个阿桑奇道这么一个IDO 也就是一个一级市场的前期的 一个投资也好 还是募捐也罢 名义是募捐 我呢我是投了150美元 算是捐款 也算是投资 因为他会给我相应的虚拟货币 有可能涨 涨不涨都无所谓 反正对于阿桑奇呢 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贡献 以及他自己的牺牲都是特别大的 所以说他现在面临着被美国监禁一百多年 网上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要拯救阿桑奇这么一个捐款的活动 是在区块链上进行的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不推广区块链 我不拉下线啊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呢 这个区块链 它是成为对抗暴政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啊 很多人说这个骗局 你们只看到了比特币几万美金一个 你们不看看这个技术上的这个他去中心化啊 独裁政府他拿他没辙啊 给阿桑奇捐款他们来搞一搞试试能不能停止啊 为什么要拿这个阿桑奇事件来说事呢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拿这个国家啊 就是有人就是大家发起了 对于这个大车驾驶员的捐款 结果呢 那个捐款的网站扣这笔钱了啊 不打算把这笔钱发放给那些大车的驾驶员啊 所以说就有人提议干脆我们捐比特币好了啊 我们在网上我们捐加密货币好了 虚拟货币好了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捐美元 为什么一定要捐欧元呢 为什么一定要捐加拿大元呢 对不对 凡是走银行账上的啊 我上期节目我已经说了 就是我今天上期节目啊 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啊 欧洲央行 美国美联储 这些行上就是银行中的银行 他们可以控制每一个人的经济活动 控制你的钱 就等于说控制你的一切 所以说今天啊 给那些啊 大家拿的啊 大车的驾驶员给他们的捐款 既然是走银行账 那没关系啊 我土豆 我控制政府 政府控制银行 银行控你的钱 你给他们的钱 捐不到 他们用不上啊 所以说现在就有人就是发起在网络上啊 要把这些钱都退回来啊 退回来之后 那就是说你既然你不让使使用在这些 哎驾驶员先上 那我就把钱给退过来了啊 这是一个啊 就是说他们政府很无耻嘛啊 那么随着这么事件的啊 推移啊 咱们来看一看 现在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啊 现在在大家拿沃泰华的那些大 大车的驾驶员们已经喊出了要让这个私生子 小土豆下台的口号 而且是在大多数市民都在支持啊 都在支持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说现在已经用卡车将国会围成了铁桶 要么啊 小土豆改嫌一张 要么就是派兵镇压这些人啊 否则这些大车的驾驶员 他们不会撤退 大家拿的军队会不会像法西斯一样 对和平抗议者开枪呢 嗯 这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我也说不准啊 这我也说不准 因为现在啊 就是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啊 沃泰华市市长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啊 紧急状态 这什么意思啊 这想要动手吗 啊 而且现在我能够看到的是啊 在那个什么 那个沃泰华已经有很多左派 已经开始在碰瓷了啊 那些车开我来往上面一靠 一拦往地上一躺 哎呀 这多么娴熟的操作呀 是不是得了这个中国的那个真传呢啊 现在啊 捐款不让捐啊 然后呢 现在又又说要准备啊 不排除使用暴力机器 啊 你看看这些 这个政府啊 你看他们多么的卧槽啊 真的是一提到这些人什么样 恶毒的语言我都想往外喷啊 你看 就说这个捐款 捐款公司吧 这是一个典型啊 你说 黑命贵啊 他打打抢啊 不能说这个得得得得优着点说 某某的群体命很贵啊 他们打打抢烧哎 他们募捐没事 还有几个人靠募捐成为了百万富翁了 买了大房子了啊 那么现在呢 大家拿这些人民啊 他们抗制啊 抗议啊 不想当苗族啊 得到了民众的这个百万的捐款啊 然后呢你说没收就没收 说挪用就挪用啊 现在这个世道已经成为这么一个世道了啊 现在就是还有一个什么事情 咱们再继续看啊 也是最新消息啊 从今天晚上开始啊 我截止我做节目的时候呢 是在一小时之前啊 啊警方将切断啊对车队啊那些燃料的供应啊 任何携带汽油柴油或者是丙玩的人都将被指控协助非法活动 哎这就有怎么说呢 情况不太妙啊 呃本来啊我这边我是找到了一些新闻素材 我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放新闻素材了 就直接我口述就可以了 现在就说明现在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关口了 呃 现在也有些人呢是带风向啊 说这些卡车司机啊扰民啊 比方就文昭吧 他说是带风向 那么 这一定程度上也会让一些李中克和李飞觉得卡车司机是不是真的带扰民呢 我觉得大家不要被这种声音所 呃就是说改变你的想法 现在加拿大确实是需要啊 7分钟半了啊 可以适当提名的了啊 可 加拿大现在这国家很危险了啊 就是说 这种事情能不能成功呢 能不能把小土豆给逼下台呢 我心里其实坦白讲我也没敌 但是我希望人们都勇敢起来啊勇敢起来 你看那个北美的历史啊真的是那时候 北美他没有这么大的政府啊 很多都是一个民间自治啊 一个西部小镇就一个警局啊几个警察啊 就管了一大片地方啊 哪有什么这个政府力量是很小的 很多都是都是老百姓自治 遇到一些什么不公的事件就自己解决啊 是吧实在不行咱们来来一场合法的决斗 面对面拔腿轮枪是不是 在这么一个生猛的时代 美国它是一个野蛮式的成长啊 那么现在这个北美啊 已经变成了被这个政府流氓政府啊所掌控 那么这时候呢 北美的人们你们要不要勇敢起来 你们要不要为你们子孙后代去负责任啊 当然有人说你在欧洲你说这些话 站着说话不要疼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西班牙 我也会站出来 我也会参与进去啊 只是现在你今天啊 你要是不参与啊 你不站出来 你不勇敢的去面对啊 政府一下午你就退了 那么将来你有何以言面面对你的子孙啊 现在有这么多人啊 天天光念叨着往北美跑 往美国跑啊 翻山越岭 挖离道啊 偷渡啊 坐飞机啊 撕护照啊 申请政治庇护这么多都要往美国跑 去了之后反而去支持拜登政府 去了之后反而去支持左派 怎么着 就为了图那张绿卡吗 如果说 美国沦陷了 加拿大沦陷了 那张绿卡又有什么价值呢 你跑到美国之后 你的子孙后代依然是啊 是奴隶 有意思吗 没意思 所以说面对今天这么一个政府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不要勇敢起来 给他们死磕倒地啊 还有那些警察啊 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干着欺负纳税人 纳税人的事 这个我也是比较的看不惯 但是马上就要发生这种事情了呀 那些警察他们要养家户口 要拿工资的呀 在这个时候 你得去逼他们做一个抉择呀 现在在法国 在德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警察 脱掉警服 摘掉警徽 跟人民走到一起 我希望在加拿大 我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幕啊 我希望能够推翻这个小土豆的政府 他太坏了啊 今天还有通讯节目说 大家来猜一猜 小土豆的父亲是谁 就这么一个坏种啊 坏种那么此时此刻啊 在北美的人我觉得或多或少啊 一定程度上都要参与进去吧啊 包括以后啊 对于这种事情的这种捐款 不要走银行账户啊 就从这个缺块链领域啊 我觉得大家去学一学这些方面的常识知识 你口口声声要民主自由 你口口声声要推翻暴政 是吧 你这些新出来新技术啊 这些革命性的新技术 你还不去了解啊 啊 那好 那就先说这么多吧